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英台的問答環節 身邊嘉賓是我們的事務總監國師志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這節先和你跟進電郵方面的查詢 看看家庭觀眾有甚麼問 先解答林小姐的電郵想問是2318平保 家庭觀眾是111元有貨 想溝貨 問你甚麼位置溝一溝給他好些 平保今天不少家庭觀眾去問 基本面都說過 說說部署117元有貨 甚麼價位溝 由125.8跌到今天低位88.9 頭疊尾已經跌了30多元 如果你問我的話 一隻股份在一個中期調整 約我調整25%已經足夠了 不過我亦補充一句 現在令到恒指或港股進一步反覆 是因為源自A股的不明 還有歐債的相關問題 到底甚麼時候才慢慢慢慢 相關的影響性會漸漸淡化 這是很難去說的 你介不介意短期仍然反覆 我先說明 如果股市升得比較多 出現一個調整 是我們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問題 這可以從一個技術分析去察覺到 但現在是由外圍的因素 和內地的因素去影響 基本上這不可能跟技術分析方面去察覺 事件不會再差 這個調整當然暫時應該是夠了 但如果事件進一步變差 港股亦很難獨善其身 不過我自己覺得 現在去到90元左右的水平 貴一元平一元 其實意義不重大 如果你是屬於一個中線的部署 就分階段慢慢買 千萬不要抱著 我現在這一分鐘買 我明天就有錢賺 不要抱著這樣的心態就行了 好 問中資金融股 除了評寶之外 嘉寧觀眾想問中國銀河證券 嘉寧觀眾想問這股份是沒有貨的 想問甚麼價位入 股價滾下來 就是上年年尾年中的位置 中國銀河證券6881 現時正在6.72元 跌了1.3元 其實連續跌4天 跌幅非常多 單計這4天由10元滾下來 最高位更加14元滾下來 這時候買不買得吧 A股這樣跌 當然殺傷力很大 最重要是負財富效應很厲害 其實蒸發了的財富有20萬億人民幣 你想想過去省戶不斷參與炒作 券商當然賺很多錢 或者融資方面的利息收入 也是天文數字 但問題是經過這個浪的施殺 有不少已經輸了 甚至股份被腰斬 剩下來 還有以萬億計的融資相關問題 等待處理 市升的時候這些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問題不大 只要你拿到賭貨 股市越升的話 你買得越多就賺得越快 賺得越多 但市跌就麻煩一點 如果有些客戶 是融資回來炒股票的 買大了 買了一個市跌下來 當然是抗麻薦 可能手頭上的現金 不足以給多些按金的話 就抗不到抗不到就唯有斬了 股價如果不是跌得太急 順序斬得到就沒問題 但當股價想斬的時間 已經一個停板 那你就閉加貨 即是說券商現在 第一 營業的前景 是有少少不明的 因為經過這一輪的 施殺之後 就算市斷定了 我也不敢憧憬 又會再有1萬億 1萬億 2萬億的資金投入 是需要時間的 沒那麼快 即是說 券商股 應該會略為慢 這個看法 我想保守一點點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我也不建議你太勇 不要因為 我見我14元 現在下回6元多 你純粹買來博反彈就另計 因為 一些博反彈就要看大市 如果A股有一點 技術上的秋星 港股可以出現一個反彈 這個純粹是因為 跌得多 是超賣之下 是有個後抽而已 但如果你要買來做中線的部署 就一定要看基本因素 我解釋了 就算A股要走上去 有個反彈也好 未來的成交金 都不會好像 6月初 6月中旬 動就說 5月中旬 5月底 6月初 動就2萬多億 是不會的 已經過了 跟進了 下位嘉玲觀眾的電郵 希希央的問題 想問基建鐵路股 1800和1186 她說現時重倉 在這兩隻股份上 想問下行的風險 有沒有需要減遲 其實這個板塊 今天很明顯 尤其是這兩隻 A股股的表現是非常之兩極的 A股方面 經濟漲停板兩隻都是 至於H股方面 兩隻都要跌6% 郭Sir 怎樣看這兩隻股份 基建相關的股份 始終有政策扶持 但來到現在這一刻 我自己看 由於融資相關的一些金額 數目比較龐大 在去槓崗化之下 有些急於保孖 保不了的股價 就自邊被斬 那一刻其實 跟基本因素 扯不上太大關係 如果你說基本因素 其實很多相關的股份 來到現在的水平 由高價跌下來 已經跌了很多 當然不知 如果你買來做短炒的話 就難看了 明天的市場是升100點 還是跌200點 都沒有人知道 明天A股是升還是跌 更加不知 就變成了不明 要不就暫時觀望 但如果你說 我中線部署 我看好基本因素 那你就慢慢慢慢 分階段慢慢賣 問題就應該不會太大 當然 貨少的 這個是可以進行的 但自己已經有很多股份在手 整倉都是的話 就無謂把自己放在一個 比較高風險的位置 相反來說 駕駛多些現金米手就比較好一點 好 那跟進一下這個版法的最新比例 看見整個版法都要回調 剛才提過的 中鐵跟中交件分別跌超過6% 中鐵方面跌跌接近6% 至於中車跌幅再深一點 跌超過7.5% 現在正在做9.6% 藍車時代跌幅稍微小 但都明顯跌超過4% 現在正在做46.3% 郭Sir 跟進一下另一個電郵方面的問題 有陳先生想問兩隻股份 中海外6800和390中國中鐵 先說一下中海外 見到已經有兩炷貨 平均價在29元 他說今天見到電郵跌穿了25元的水平 6800現時做25.1元 跌超過1% 內房龍頭 這隻應該怎樣做部署 內房屋當中龍頭估計 盧伯伯和109元 但在上一節我已經提到一點 由於市場跌得比較急 在負財富效應下 一些高端消費項目會受影響 簡單來說是內需市場會受影響 你試想一下 有20萬億的財富是蒸發了 是蒸發了 由於內地的股民 其實在這陣子的升浪當中 參與程度是很高的 差不多全民街股 現在一跌下來 你又輸我又輸 每個人都輸 以前贏了錢的 買一部新車 換樓 這些差不多是指定動作 但現在你輸了 很可能汽車業或房產業都會略受影響 但這麼多隻內房股當中 最硬正的都是688 始終都是央企 而且股值也不算高 兩轉買了 暫時可以安兵不當 你問我股價會升還是跌 如果市場持續反覆不明 股價仍然會受大四氣氛所累 因為現在股價下跌和基本因素是沒有關係的 第一 如果有重倉放在某一隻股份 而這個重倉是用孖展回來的話 就一定是被迫去槓桿 你去槓桿的意思就是 你的孖展一定要召喚 召喚不到就一定是減榜 或者要腰斬 股價下跌和基本因素有甚麼關係 沒有關係的 買基本因素的 渣肉不白問題不大 但如果要上去炒的話 你就暫時來說不要住了 因為25元很尷尬 一個月的低位24.95元 一旦跌穿了 或者收市的話正式跌穿了 可能會有些止蝕的股份出來 那就小心點 好 終取一點時間看看 就是中鐵方面的部署 說家庭觀眾390元在9元有貨 想家住 想溝一溝貨 現時在做6.75元 甚麼價位加好 最低一個月的低位 本來是6.78元 你現在這一分鐘已經輕輕刺孫了 你問我甚麼價賣 即是說 如果我現在這個價賣 明天如果還一個市有反覆 跌多1、2、3、2 你那個防守能力行不行 如果行的話沒問題 就買些 因為始終股值不算高 只有11倍市盈率 況且是有一老一大基建相關的項目去扶持 簡單來說 下一趙如果市要升 不是大升 有反彈或上升 我想基建相關股份會跑贏券商股 上次升浪要行的時間 我就大力推介券商股 但現在我對券商股的看法 反而良大保守 介不介意股價走得慢 反覆 如果介意的就暫時先等 不介意的就輕輕賣一點 到底去到哪個價 才是低位 這就真是沒法子跟你說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跟你說 A股一日仍然反覆 港股暫時很難獨善其身 尤其是有希臘的債務問題 仍然持續 令市場避險情緒還是偏高的 好 感謝郭Sir 這次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回申報 過往提及過的股份 或者指數的相關資產 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感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另外一位主持人 和嘉賓和大家見面 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